我们出生在历史的黄昏 我们错过了整五的阳光 有人在心上晚霞的风景 有人在怀念曾经的辉煌 《怪诞新世界》这本书的作者 卡尔初曼也是基督徒 所以他在最后一章就谈到了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当今的世界 如果你不是被世俗化的进步主义的基督徒 如果你持守纯正的教义 并且体恤上帝的心意 那么你会对这本书中介绍的 当今世界的文化现象感到担忧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 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明显的敌意 反对同性婚姻被看作是和种族主义 一样的不道德 人们不再把敬前的基督徒 视为社会中最体面的人 那些为着福音的缘故 到异国他乡 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去做宣教士的人 也不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 受到社会普遍的尊敬 今天越虔诚的基督徒 越会被世俗世界认为是古板的 狭隘的 甚至充满了歧视和仇恨 阻挡人类的进步 压迫少数群体 基督信仰在当代世俗文化中 变得不再道德 反而成了历史进步的反动派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呢 卡尔出曼提出了第一个观点 他认为我们首先要自我省察 我们自己是否被世界同化了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也成了世俗世界的同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在批评世俗文化 过度强调个人心理的感受 甚至用心理感受在定义自我 那么我们要反省 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过度强调 个人的心理感受呢 可能我们没有走得那么极端 但是我们是否也或多或少的 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 我们是否也过度强调 内心的感受 超过了看重真理的权威呢 在美国宗教信仰的自由 使得人们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去的教会和宗派 在一定程度上 这是件好事 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信仰自由的环境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我们如何善用信仰自由的环境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了 当人们在信仰上普遍的不太认真 可能就会出现一种现象 就是宗教变成了一个大市场 基督徒就像顾客一样 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能来 就像商家的卖主 用一种迎合顾客心理需求的方式 招揽人来 如果你感受到痛苦 那么你就去教堂 你的目的是寻找痛苦的原因 这是希腊式的想法 但是基督教的想法 是如果你感受到痛苦 你就去教堂 你的目的不是寻找痛苦的原因 而是寻找战胜痛苦 所需要的信心和恩典 但是今天 更世俗化的想法是 如果你感到痛苦 你就去教堂 你的目的是减轻痛苦 获得快乐 感觉良好 成了很多基督徒选择教会的参考标准 自己的感觉 取代了纯正的神学教义 所以教会 也用动人心弦的诗歌 绚丽的舞台灯光 和煽情的步道 等各种令人陶醉的方式 营造良好的心理感受 很多基督徒选择教会 不是受到神学教义的驱动 而是凭着心理感受 选择合他心意的教会 在这一点上 教会和世界变得非常相似 两者另外一个相似点 都是推崇个人幸福 在教会 营造心理治疗式的效果 兜售成功神学 这都表明 很多教会 无意之间 也被时代精神所驯化了 我们需要自我反省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想一想 我们在哪些方面 让福音 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妥协 然后我们需要悔改 向主呼求恩典 改变我们的态度 动机和信仰时间 卡尔初曼也提到 另外一个教会需要做的事情 是教导上帝全辈的旨意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 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诱惑 那就是只专注于 基督信仰所要面对的 直接的挑战 教会需要面对 直接的挑战 这并没有错 但是如果 过度专注于 特定的挑战 就可能会忽略 圣经全辈的真理 因为圣经的真理 不是一组孤立的教条 不是各种不相关的教义 罗列在一起 基督教信仰是连贯的整体 性革命是我们当下面对的 直接的挑战 但是教会对性别 婚姻家庭的教导 和教会对神创论的教导 对救恩论的教导 以及对末世论的教导 都是密不可分的 无论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回应挑战的方式 总无法逃避圣经世界观的 宏大叙事 只有当我们在圣经真理上 全面的认识 深入的扎根 我们才可能在文化风暴中 站立的稳 卡尔处马还说 要通过符合圣经的敬拜 塑造基督徒的直觉 这种所谓的直觉 就是不需要深思熟虑 就自然生发的思维方式 作者在这本书里的很多篇幅 讲到了卢梭 尼采等世俗哲学家的思想 如何塑造了当代人的直觉 以至于我们无意间 会遵循这些哲学指定的思维方式 我们需要用圣经和基督徒的敬拜 来塑造符合圣经的思维方式 这就与第一章里谈到的内容有关 在第一章的结尾部分 谈到了我们可以通过 阅读历史的经典 比如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还有通过阅读圣经中的诗篇 和保罗书信 来学习处理内心的感受 学习审视自己的内心 在审视内心的时候 不只是看自己心里的感受 也能够向上仰望上帝 让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就是直觉是符合圣经的 当你有一种悲伤情绪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就是省察自己的内心 并且寻求上帝的心意 我们需要养成这种思维习惯 再比如 让讨神喜悦 作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动机 让这个动机成为一种直觉 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你总是很自然的想 如何才能够讨神喜悦 要让这种动机根植在灵魂深处 支配我们的思想和理性 这就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 不断地操练我们的思维习惯 卡尔初曼还提到要学习自然法和身体神学 关于自然法的思想 我在另一个系列的视频中 做过详细的介绍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所谓的身体神学 就是指按照圣经来认识人的身体 因为LGBTQ文化扭曲了身体的功用 但圣经却教导我们 把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身体神学 除此以外 卡尔初曼也说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也需要向古代的基督徒学习 更确切地说 学习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所处的后基督教时代 和初代教会有一个相似的特点 那就是基督信仰都不受主流社会的欢迎 基督徒都会受到信仰的逼迫 不同的是 在初代教会的时期 大部分人还不了解基督教 因为那个时候 基督教还没有影响主流文化 但是在后基督教时代 主流社会的大部分人 都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了 尽管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基督教的道理 但是他们都听说过 基督教的某些故事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知识分子 很了解基督教 所以他们更清楚地知道 如何去攻击基督教 所以我们更需要学习 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如何在一个对基督教不友好的 社会环境里敬前度日 卡尔初曼又提到了 建立基督徒社区的想法 因为今天LGBTQ人士 他们也会组建自己的社区 这种社区的意识 其实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意识 它根之于一种身份认同 那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信仰 共同体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 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强烈的 信仰共同体的意识 所以卡尔初曼提出了 建立基督徒社区的想法 其实我长久以来 也一直在构想基督徒社区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中 可以确定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教会和天国中 可以找到归属感 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有必要考虑 组建基督徒的社区 在初期教会时代 罗马的主流社会并不接纳基督徒 但是基督徒的凝聚力反而更强 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反而更强 基督徒的身份认同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进入后基督教时代 主流社会再一次对基督徒不再友好 作为上帝 在这个时代保留的愚民 就是剩余的子民 我们需要凝聚在一起 所以我在设想 基督徒是否可以 组建自己的社区 居住在一起 有自己的教会 有自己的教育系统 开展基督教教育 为下一代传承信仰 继续地保留上帝的愚民 因为我们看到 当基督徒过度地融入到这个世界 下一代信仰的流失率高得无比 绝大部分基督徒的下一代被世界掳去 鉴于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后基督教时代 主流文化已经严重地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我们下一代的信仰流失率如此之高 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需要有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有改变 我想我们对世界应该有这样的三个态度 对世界不信赖 不依赖 不仰赖 我们不信赖世界 因为主流媒体不值得我们信赖 主流的学术精英 各个领域的专家的意见 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分别 因为今天大学里的主流学术观点 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观点 总是难以避免的受到去基督化的理性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 越是在大学里面科班出身的专家学者 他们的观点我们越要小心 所以对世界我们不能够轻易的信赖 我们要带着怀疑的态度 看待这个世界的文化 第二对世界不仰赖 我们不期待世界赋予我们荣耀 我们不期待世界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安全感 我们不期待世界的权利 高等学府的学历 或者知名度增添我们的光环 当我们的人生价值不再受到世界的捆绑 那么我们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自由了 第三我们对世界不依赖 在物质生活的方面 我们是否可以自给自足 不依赖这个世界的物流和金融体系 在下一代的教育上 我们不依赖公立教育系统 在精神生活上 我们不依赖好莱坞和迪斯尼 带给我们的欢愉 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过一种与世人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在空间上 我们聚集在一起 组成一个基督徒的社区 我听说在中国 国内 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集中在同一个小区里买房子 他们就住在一起 孩子也可以在一起成长 他们也可以通过 共学的方式进行在家教育 那么在美国条件就更便利了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 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便利的条件 我看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 基督徒的家庭 也会像世人一样 选择好学区 在好学区里买房 不是去组建一个信仰共同体 而是去追随世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我设想的基督徒社区里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和主流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 有所不同 我们的人生选择 不应该随从主流世界的模式 主流世界的模式是 你选择一个好的学区 让孩子去一个好的学校 然后上一所好的大学 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我们的人生基本 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去做选择 这是世界的模式 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后基督教时代 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 那是世人的人生路线图 我们不应该按照世人的人生路线图 去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应该避免下一代的孩子 受到世界里同龄人的影响和童话 对很多家庭来说 影响孩子最大的是同龄人 超过了父母 而他们的同龄人又是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 就算有些基督徒的家长想要分别为圣 他们的孩子也间接的通过他们同龄的朋友 被世俗文化所塑造 但是如果在一个基督徒的社区 在一起成长的同龄人 都具有相同的理念 都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那么世俗文化的影响就可以被削弱 但是我并不是在构想和阿弥士人一样的基督徒社区 当然如果有人想要过阿弥士人一样的生活 也可以 但是那不是我的构想 基督徒仍然可以在世界里找到一份工作 在职场上继续为主做见证 去改变你的职场文化 所以我并不主张基督徒必须从世俗世界完全退场 但是我们平时的生活 不应该被世俗社会所捆绑 当我们离开办公室 就回到基督徒的社区 接受真理的装备和属灵的复兴 尤其是让基督徒的下一代 从小接受整全的基督教教育 建立以上帝为中心的历史观 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 和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学习用圣经真理去分辨世俗文化 我并不是说要给基督徒的下一代 制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 相反我们是要主动的 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要主动的去教导进化论给孩子 告诉他们进化论讲的是什么 进化论荒谬错误在哪里 进化论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迪斯尼 所宣扬的LGBT和女权主义 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些文化错在哪里 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我们要主动的让孩子知道 然后组织孩子一起观看迪斯尼的电影 组织孩子分析电影中传递的理念 每过一段时间 我们带学生一起走进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校园里面去参观 然后再去参观几所优秀的基督教大学 让他们了解和对比这不同的校园文化和教育理念 所以我并不是主张要给学生营造一个无菌的像纯净水一样的环境 我们主动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认识世界 进入世界 但是我们对学生要进行充分的装备 让他们有分辨的能力 去进入这个世界的目的 不是适应这个世界 而是去影响这个世界 他们当中优秀的人才 应该被鼓励 进入世界像一个职场宣教士一样 进入他们工作的领域 去改变那个领域的文化 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没有特长的学生 不能够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人 也没有关系 他们可以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做一个修车工 做一名保洁员 在平凡的工作中 活出敬虔的生活 做忠心的仆人 如果他们结婚了 有了孩子 那就做好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和丈夫 或者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和妻子 不在乎他们的职业 也不在乎他们挣多少钱 只要他们敬虔爱主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当然一个人如果仅有知识和见识 懂得如何分辨还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为主而活的心智 我们必须依赖圣灵在人心里所做的重生的工作 而那是圣灵的主权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依靠上帝的恩典进到我们的本分 我曾经遇到两个基督徒家庭 这两个家庭的父母都很年轻 一家有两个孩子 一家有四个孩子 最小的孩子七岁 其他的孩子大概十岁到十六岁之间 这两个家庭在中国的时候 就在同一个施工团队当中服侍了很多年 他们要前往有信仰逼迫的国家去做宣教士 有一个现象触动了我的心 就是我发现他们的孩子非常的顺服 愿意和父母一起去做宣教 这几个孩子还组成了一个音乐敬拜的团队 带领我们敬拜 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家长 当你们对孩子说 要离开中国 搬到异国他乡长期居住 那里还有对基督徒信仰的逼迫 那么你们的孩子有没有抗拒呢 这位弟兄告诉我说 孩子们基本上没有抗拒 为什么 因为他们曾经有四个家庭 在国内是一个服侍的团队 这四个家庭就如同是一个基督徒社区 他们的凝聚力非常的强 这四个家庭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也在这个群体当中找到了归属感 虽然他们也和不信主的家庭有交往 但是他们的身份认同 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塑造 而是被这个基督徒的群体所塑造 所以当他们听说需要跟父母一起去宣教 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侍奉主 他们从小就过着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方式告诉他们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且和他们同龄的好朋友 和他们一起长大的 这几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 他们也要结伴而行 一起到其他的国家去宣教 所以他们并不孤单 这位弟兄告诉我说 因为他们的服侍 常常受到逼迫 经常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年 施工作到一定程度 受到了政府的逼迫 然后他们就不得不搬家 而且这几个家庭总是在一起 要搬家就一起搬家 他们总是租房子 始终没有买房子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那几家宣教士多年以来 一直是几个家庭一起结伴同行 类似于一个基督徒社区 他们在这几个基督徒家庭组成的社区中 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他们能够享受 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他们并不孤单 他们在一起彼此鼓励 彼此相爱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基督徒的团体 虽然没有固定的社区 但是他们总是生活在一起 像一个移动的社区 关于基督徒社区 卡尔春曼在书里没有讲太多 上面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最后回到卡尔春曼这本书里面 作者说 我们生活在这个怪诞的新世界 我们既不绝望也不乐观 但我们充满了盼望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珍惜尚且残留的自由的环境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美好的事物 但我们不把这短暂的幸福 当作最大的满足和终极的盼望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世界已经堕落 并且正在急速背离基督 福音并不向我们承诺 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 当这个世界走错了方向 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 这个世界错在哪里 我们也知道如何纠正世界的错误 尽管我们没有能力 凭着一己之力 去立即改变世界的错误 但我们愿意承受这个世界 带给我们的苦难 我们生命的价值 不是用这个短暂的世界可以衡量的 我们生命的价值在于 超越世界的永恒 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带来的完美的国度 我们出生在历史的黄昏 我们自出历史的黄昏 我们自世 我们自出历史的黄昏 价值得很看没有 coaches broader Qatar ες 出生在历史的黄昏 我们错过了正午的阳光 有人在欣赏晚霞的风景 有人在怀念曾经的辉煌 有人在担心将至的黑夜 我们却盼望明天的曙光 我们却盼望明天的曙光 我们出生在历史的黄昏 我们出生在历史的黄昏 我们错过了正午的阳光 有人在欣赏晚霞的风景 有人在怀念曾经的辉煌 有人在担心将至的黑夜 我们却盼望明天的曙光 我们却盼望明天的曙光 我 Palestinian家 每天都在这视频 因为你 fase过了正午的阳 flash 我们自私自然之后 我们自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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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然之后 我们自然之后